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的环节 坐在身边的嘉宾有要材证券市务总监国施治郭帅 郭帅你好 你好 先和你谈谈 在内地市方面的情况 见到上证指数今天高开20点之后 早段升幅扩大午后 亦是维持升势 亦都以全日的近高位去收市 收报在3171点 升42点 升幅超过1% 似乎市场都逐步消化了 就是特朗普当选民国总统的消息 见到外围股市反弹 而内地市都是做好的 究竟这个良好势头能否继续继续走强 我想应该有机会再进一步做好的 首先来说股市长期受制在3140点 直至近期来说开始有少少勇下高点的形态 不用说现在是属于一个初步技术上突破的阶段 为何我自己本人看好A股 就一定要看看整个局的走势是怎样 熟悉内地经济的朋友都知道 内地经济今年维持6.5%增长没问题 以传统来说是靠出口内需和固定投资 这三个板块 出口过去一段时期增长持续放慢 好像九月份以美元做单位增长跌了10% 所以在扶持出口方面 我想人民币的汇价是需要有一个贬值的趋势 当然汇对比较便宜了 是可以刺激出口 有出口的也可以拉动经济增长 至于固定投资的板块就比较失色 因为好像南水北调的板块已经完成了 高铁的项目如果有回内地看过的已经是四环四中 就算有一段再做的老实说 对水泥对钢材的需求 也不会像初初推政策时那么厉害 剩下的就是内需 其实今年以来 这个板块已经有政策扶持 例如其中一个内需市场就是 汽车工业 除了房产业之外汽车工业是第二个最大的工业 汽车要走得好是可以拉动下游四十几个行业 所以 好像今年 税务的优惠由十个百分比税减到五个百分比 刺激到一些低碳排放的汽车 销程就一时无两 不是为何吉利的股价可以升到上九个二 所以 有部分人就觉得 今年政策出来明年不知道有没有 我觉得明年仍可以维持 只不过 讲清楚 前年的基数是低 所以做就了今年那个升势 很厉害 增长的百分比很大 但今年上来 我不觉得 可以 有这么大的增长的百分比 我讲个比喻 一元的股票升到上两元 升了一元 增长是100% 到两元去到三元 一样是升一元 但增长只有50% 但无论怎样 其他 衣食住行 所有所有的板块 仍然是规矩在内需里面 要刺激的消费 很简单 有一个财富效应 财富效应来自哪里 楼房 已经限购了 楼价不会大跌 但也没有条件大升 剩下的 就是股票 股票升了上去 除了有财富效应 刺激消费之外 最重要 如果走上3300 3400 或者3500 一众的券商大股东 在去年维稳 扶持的资金 可以松绑 还有 市场变热 融资也容易 顺带一提 现在 没钱买房子 也是怨政府 因为楼价高 就算不限购 楼价没跌 他也是没钱买的 拿着银子想买的 又怨政府 你不让我买 他不是没钱买的 但是 持牌银行 息是有 但问题是人民币贬值 境外 投资一些 投资产品 他又不让 因为怕资金走 如果 长期是这样 没钱又怨 有钱又怨 不要紧 股市如果有 10-15% 年终的上升 大家有个地方可以 去得到投资 民间的怨气都会少 所以整个 A股的势头 我自己觉得 已经开始了 逐步向上推升的格局 不过暂时 初步的目标 先看着 去年7月9日的低位 3373点 这个也是整个大跌浪的 第一个低位 谢谢郭先生对于内地市的分析 刚才你提及到 内地市可以逐步向上推升的格局 都开始形成 至于港股方面 你又怎样看 看到昨天下跌了870点下来 今天都已经升上来 升2% 升448点 22863点 其实都重上10天的移动平均线 西头和内地市又跟不跟得逐 港股如果你说这两个走势 就似乎有少少失息 但是 大家想想 A股长期都在3140点以下 直到近期才有少少突破 反而港股 今年的低位是2月12日的18278点 去到9月的高位 24364 已经升了 6086点 差不多30% 很明显 港股在 今年内的表现 是幼于异固的 至于昨天的跌市 就有少少招了头 这只黑天鹅 就飞了下来 站在港股里 站了足足整天 但相对来说 美股 星期一升300多点 星期二也升 昨天也升200多点 道指更加见过 18650 距离历史高位差18点 事件是它的事件 但是 它很厉害 跌700多点的时间 它没有市 是亚洲时段道指跌 整到港股也跟着跌 到了晚上时段 然后它有市了 它是升的 即是说 黑天鹅飞来飞去都飞不到它那里 附在香港 但问题 事件是它的 即是它的事件 就是我们来买单 真是拗头 有得解释 因为香港股市 是一个很好的提款机 个个都有机会就来拿钱 其实昨天的跌市后一个阶段 当指数跌穿22587点 再进一步向下 今个月的低位的时间 其实那一刻已经有点止蚀 追雇 甚至乎不理性的抛售 那说明是不理性的抛售 大家就不计 沽了去算数 在那一刻来说 排山倒海的沽额 当然是主导大局 方且 混习了不少牛证的重货区 一旦就被插穿 大家都知道游戏规则 你买牛证越多 券商就要买 相关的旗子 来做一个对冲 既然牛仔已经被回收 插穿了 他拿着那些旗子 就要沽出去 而且要很快沽 换句话来说 当一批牛证在重货区被回收 就会引发到 一堆旗子 这些好仓是需要 指示 或者是指赚 或者是走去 亦加深了 那一扎那大肆的沽额 不过无论如何 最害怕最令人担心 那一分钟或者那几分钟 已经过去了 现在大家都 看定了 因为 总统大选 结局已经出来了 一个消息 当这个消息未知真定假 未知是怎样的时间 最困扰 但当这个消息已经成为一个事实 一个事件 那就反为理性 你要看事件对经济 对事情 会有多大影响 这不是一两分钟在股市看得到 要时间 所以今天的断定 只不过是昨天 跌的幅度比较多 但有点想和大家谈谈 以现在的指数来说 已经轻轻拉上 十天平均移动线 过了十天线流上 这是一个初步断定的势头 不知道 剩下 余下的交易坚 恒生指数会否进一步 挑战今个月一号的高位 23268点 有这个机会 是有这个机会的 谢谢郭sir对港股的分析 最后都和郭sir 问了最后一条问题 就是说 今天都有回到一带一路概念股 也热炒了 好像一些 基建铁路股 一带零零 中交建 都升了一个月高位 390就是中国中铁 还有就是1186的中铁建 都是升了上来 都是去到一个月以来的高位 其实看回新当选的美国总统 都是比较强硬一点 希望 可能都会打击 可能都会打击中国方面的出口等等的事 这个策略上 对于有出海能力的中资企业 是否都是一个好的机会 首先来说一路一带和出口 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因为一路一带是一些基建相关的板块 我自己觉得 特朗普上一场之后 可能反而有利 一路一带 进一步的发展 事实上来说 很快我们会知道 可能今天已经有部分资金 已经先一步 以前来说 美国那边 有些政策在扰扰扬扬扬 想阻止你阻止你 但可能特朗普 的焦点上不是看这个板块 有利于 出 一路一带相关的基建股 例如中交建、中铁、中铁、中铁建 趁机会做好一点 因为 发展的步伐会比较顺 至于出口 老实说 就要看 刚散货入口的1919 股价是有点做好 但仍在低位 266 集装商的业务为主 估计也稍微做好一点 但相对整个市场 也在低位 运力也是过成 即是这个板块 可能不会跌太多 但你要成为一个 炒作的对象 似乎也要有点时间 不过 组合里面 买一点点 既然这么便宜 放在这里不动 作一个中线部署 我不反对 最重要是有足够持货能力 能耐就可以了 谢谢郭sir的详细分析 这一节的总结时间 也是差不多 最后和大家看看 大市方面报在22,863点 升448点 可以留意 郭sir刚才说的股份是否持有 是没有的 谢谢 谢谢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有其他直播环节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